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手向命理上虽然讲究 这个指掌有肉 位置为负责绵长 可是呢也要讲究一下位置 并非手上每一个处肉比较多都是好的 比如说人的手指尖端 就不应该多肉 不然的话 这个手型就不得体 那么这位命主的手指尖端呢 肉过多出现肥大 这种不规整的手型的话 就属于辛苦劳碌之项 加上生命线的走势 也不是很好 过于短小 这个脑线呢 下垂到这个生命线 跟生命线平行 也就是过度下垂 事业线注定是摇 这个事业是注定是摇 这个不稳定啊 这个收入不断的变化 贾断长呢 虽然才能大 但是没有什么助力 和这个事业上的一些帮助 反而会影响到婚姻 性格过于强势 不肯认输 婚姻当中呢 必定是有一些 这个多变 我们看这个婚姻线三条 有开叉啊 并且首尾都有开叉 这种是 有一种这个生命里面呢 婚姻是很难幸福 这种婚姻线不是很好 注定今生是没有幸福的婚姻 也会这个 如果是说这个婚姻线 我们说 亦少不亦多 如果是这个 并且还出现这个分叉的情况 这个情况就更糟糕了 那么如果是说婚姻线 它长度 非常长 单独的只有一条 并且延伸到太阳线附近 这么一条 这个就非常不错了 这个就是容易嫁入 豪门的一种首相特点 婚姻非常幸福的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 如果是说感情出问题的话 就是出 还有一个就是 感情线比较杂乱 感情比较杂乱 感情线如果是 它有分叉 向下的纹路 比较多的话 这种悲观的意义 不好的寓意就更多一些 向上的还好一些 向下的纹路过多 人比较感性化 比较悲观 而且有点不自信 并且经常会为一些感情的事情所烦恼 这个就是从这个感情线的分叉 可以看到这一点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那些内容 有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帮忙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